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到了跑马拉松这天 男主被裹成了粽子 一脸无奈 老爸眼中的马拉松是蓝天白云鸟语花香 可现实却是 跑了很久后 老爸体力不支晕了过去 男主则随轮椅掉下了山坡 老爸被急诱车带走 而男主到晚上时才被人发现 新闻还报道了此事 不过竟演变成人面受心的父母 见儿子得绝症 将其遗弃 男主的两个兄弟也看到了新闻 赶到了医院 也得知男主锁上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两兄弟也问男主是否有什么愿望 但男主还是没有回答 两人想了很久后 终于想到 电视中的绝症患者临死前的愿望 都是去看一次大海 那是象征着青春和友情的大海儿 说行动就行动 于是两兄弟半夜潜入医院 偷偷带走了男主冲向了海边 影响中的大海 现实中 还赶上了下雨 无奈之下 只好联系了男主的父母 经过几番折腾后 男主终于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了 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他只是不想在海事处男的时候就死去 受到激动时 大喊道 于是两兄弟决定实现男主的愿望 他们先想到了学校里的女同学 可是得到了自由 其中一个人还问了自己的亲姐姐 结果被老爸赶出了家门 两人又想到了其他方法 开始收集地上的小卡片 打电话叫服务人员 但对方只要一听是在医院工作 都以为是故意搞事情 破口大骂 之后两个人又想到了混混学长 因为学长的女人比较多 但是带的钱太少 直接被赶了出去 还被扒光了衣服 在公交站遇到了女同学 被当成了变态 也上了当地新闻 实在找不到办法的两兄弟 决定自己帮男主解决 于是两人趁男主睡着时 偷偷溜进了病房 准备用手帮男主解决 可正解决时 男主的老爸突然出现 正好看到这一幕 两人吓得活都没了 只好说出了男主的愿望 没想到男主的老爸表示很理解 也决定帮儿子实现愿望 于是老爸决定用成年人的方法解决 三人直接来到了夜总会找妹子 但是一听到是去医院 还是都拒绝了 而且两兄弟还在夜总会 遇到了班主任 落荒而逃 第二天 两人被班主任暴揍 还是男主的老爸 出面说出了事情原委 帮两人解了围 班主任听后也表示很理解 也决定帮男主实现愿望 四人再次来到了夜总会 由于班主任是VIP会员 所以成功找到了妹子 两兄弟未尽自己的一分力 还去打工赚钱准备付给妹子 终于到了男主实现愿望的时刻了 男主对妹子很满意 两人开始在屋子里做羞羞的事 其他三人在外面尴尬地坐着 突然 不知情况的妈妈来看望男主 要走进病房 尴尬再次升级 还好这时老爸及时打晕了妈妈 男主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和兄弟们分享羞羞时的感受 妹子知道了男主的情况 也选择了不收钱 之后 男主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 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回想起家人和朋友 为自己做的一切 如此温馨和美好 可惜不能再陪伴大家了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再次参加了马拉松比赛 向着阳光奔跑 故事就到这里 曾经的冰桶挑战 让剑冬症走进大家的视野 剑冬症也被称为 比癌症更残忍的确证 但这部影片 却以喜剧形式 将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 展现出来 洛洛觉得 这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思考 更多的意义是对于活着的人 该如何去做 男主的家人和朋友 很努力地去帮助男主实现愿望 他们知道无论如何 都无法挽救男主的生命 但并没有悲天敏人 一蹶不振 而是在能做什么的时候 努力去做 不让自己和适者留下遗憾 当男主永远离开他们后 他们也选择带着男主的希望 好好活下去 我想这才是这部影片 最大的含义 就像张家家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总要接受这世上 突如其来的失去 洒了的牛奶 遗失的钱包 走散的爱人 断掉的友情等等 当我们做什么 都于事无补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 就是努力让自己 过得好一点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午前的一个月